来看看新闻网 我自己是本来就很喜欢跳舞呢 我觉得所谓的尺度 我想就每个人看的尺度不一样吧 我觉得说它主要是配合歌曲的气氛 对 它是整体舞台的效果 服装所有的那个意识 它传达的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在 跳舞的过程要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然后同时希望大家可以站起来跟着一起跳 我觉得这个才是它的重要 除了筹备演唱会 即将到来的金曲奖颁奖典礼 也向林一连抛来橄榄枝 邀请她演唱凤飞飞的经典歌曲 其实我自己觉得能够有机会 可以演唱凤飞飞小姐的这首歌 我自己是觉得很荣幸的一个事情 那台语的部分 我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 跟很多歌迷朋友都问我说 你台语行不行 然后每个人都很热心地在教我 怎么把这个唱好 林一连的成名可以追溯到27年前 如今迈过40大关的她 却似乎焕发出了事业的第二春 不仅在镜头前状态良好 就在发布会上 一段被猜测良久的姐弟恋 终于浮出声音 从去年开始 林一连和一个陌生的名字 开始有所关联 她叫龚朔良 明不见经传的乐队鼓手一名 出生于1977年的她 比林一连小11岁 去年林一连新传记发布会的时候 龚朔良不仅亲自到场祝贺 当时所有的镜头 给了林一连一个大大的名棒 甚至还别有用心地 把Sandy的照片贴在了身后 面对记者 对于两个人暧昧关系的猜测 林一连当时只是觉得 这不过是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而已 自从恢复单身之后 Sandy对自己的私人空间向来十分在意 而却在前天的发布会上 她却面对记者自认 身心都是进来的最佳状态 愿意接受采访 大方谈感情 并称不排斥姐弟令 恋爱对我来说很重要 但是暧昧反而最甜蜜 现在偶尔会有暧昧的感觉 而那一厢听到这样的恋爱感言 自然会回应 其实我不介意年龄 最要紧的是 要开心 一连很疼我 她是一个很sweet的女人 都说暧昧是恋爱最甜蜜的阶段 不妨让两个人 把这种甜蜜持续得更长一些吧 林一连的情歌 一直都是人们在开歌的时候 必不可少的旋律 这样的状态到今天为止 快二十年了 1985年 当DJ出身的林一连 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大获成功 成为同时期歌手中窜红最快接受瞩目的一位 按照寻常的审美 眯眯眼 她鼻子的她算不上美貌 但若是听过她在录音棚里集聚穿透里的声音 想必就要陷在她那迷人的声线里了 毫无疑问 李宗盛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她生命中的贵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当爱已成往事 是李宗盛为她夺身定制的 林一连成为了李世情歌的最好的名人 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了第二任李太太 一个歌手 一个是制作人 惊世骇俗的恋爱 让林一连成为了当时华语乐坛的天后 走进婚姻的围城 林一连一度呈现出半隐退的状态 在家相父教子 却显有作品温室 直到2004年 两人的婚姻出现危机 进而协议离婚 林一连才产生了重新复出的念头 可是当时的香港乐坛新人被出 天后的宝座早已由郑秀文 杨千画 陈慧玲几人轮流作庄 林一连重新复出 起步并不容易 偏偏在这个时候 她又恋爱了 挽起了初恋情人陈辉红的手 几个月之后 又一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唱遍整个华语乐坛 似乎每一次恋爱 林一连都会有宛如 破茧成蝶一般的蜕变 谁能预测这一次命中盛开的桃花 会让天后绽放出怎样的光彩呢 若是细细翻看这些年龄 林一连演唱会的造型 一定会被她妖娆所折服 虽说女儿都已经到了读初中的年纪 但是这个妈妈却是越来越火辣 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是意识形态的 有一些是不一定说 你要跳得很贴身就是拉伸 意识上面有让大家觉得好看的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 当岁月的号码牌逐渐逼近五字关口 林一连不再是从前那个 靠发唱片赚钱的歌手了 2011年环球唱片 签下这位新日的天后 但这一次林一连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加 那我们是 我是一个制作公司 然后环球唱片公司 是我们是一个合作的 partner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方式 所以绝对不是外间所说的 那一个这样的一个筹筋 若是没有爱情 她就不会是那个情歌天后 而今天因为爱情 她的生活更精彩 迎来事业的第二春或许也说不定 我们下期再见